專業推介 未必去買 來到今次的專業推介 未必去買 因為今次是不用去買的 我發覺這個環節是可以轉型的 很白搭的 以前是說什麼遊戲是值得玩的 現在報價就比較少 要送禮物的環節 上次已經說了Color本書 其實書展已經有了 我看到他有一張照片說他有一個攤位簽名 但我們比較厲害 你不用去的了 你走來抽獎 因為什麼 送了我的簽名 真的有簽名 有簽名的 這個Color簽名 如果有興趣看這本《潮巴巴大話妹》的時候 你應該已經抽獎了 如果沒有抽獎 我幫不了你 在這個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抽獎了 有誰呢 得獎者就是John Ng John Ng 很厲害 John Ng 以前是巨商的代言人 很厲害 很厲害 而這個星期仍然都有東西送的 送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新 有物件嗎 每一次都有東西送的 我又有的 我以為你抽了 現在抽了嗎 現在抽了 現在還沒抽 還沒公佈 這是什麼呢 這是逃出香港旗下最新的一條線 叫做Mr. Escape 其實差不多 其實概念也是一樣 都是用衛斯理 它是叫Mr. Escape的偵探社 那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看之前的逃出 的遊戲 一間介紹 其實有說過逃出香港這一間 其實是香港第一間 玩真人密室逃脫的遊戲 他們現在開了在荃灣有一間分店 哇 第三間 不是第三間 已經有很多間 是嗎 這個是這條線的第三間 是這樣的 Mr. Escape的第三間 其實有分的 它有分逃出香港 和Mr. Escape Mr. Escape 那Mr. Escape 這邊的這條線 都是他的 我以為 有一次在旺角看到 我以為 蛤 為什麼又有人抄 應該不是 因為這條線的賣點 就是說比較難一點 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平時的故事是掩飾的 就是只要逃出房間 解決就算了 而這個 可能你要猜 例如有些線索 告訴你 你有八個嫌疑犯 其中有些線索 讓你去歐洲的嫌疑犯 要證實 要找犯人 要證實哪一個是犯人 哇 金田一 真人金田一 逃出香港之餘 逃出房間之餘 你還要去猜哪一個犯人 找兇手 要不要有物理上的東西 比較有物理上的東西 不是 我玩過那間房間 你現在播歌 新的 可以自己播家裡 其實可以的 八四十五分鐘 我星期二的時候 就去了試玩 我自己 去了荃灣那間的試玩 跟科林那邊一起 跟新城那邊的DJ朋友一起玩 夜你出 他其實是分四個層次 玩完之後 不知道什麼建築偵探 資深偵探 智敬偵探 智敬偵探 這些層次 就是如果他有幾個謎題 除了去 走出間房間 是一個任務 另外還有一些證據 或者證供你要拿到的 那些如果你要推你倒出來 那你就會更厲害了 哦 那些策略任務 對 完成所有策略任務 你就為之是最厲害的 現在是玩這些 他還可以的 但是這間房間的難度去到哪裡呢 我之前玩《逃脫香港》的時候 就是我們三個之前去玩 我們全部是挑戰時間 因為其實我們是 我們是想著可以破幾六個 跟自己鬥 是 我們沒有想過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紅藍禍水 是感覺不到它難 其實我們這些玩慣 解謎遊戲的人就是這樣 但是這間房間 即他這間店裡 我玩了兩間 是最容易的兩間 都很難 我有一間是玩得完 另一間我只玩了兩個 哦 即我是玩不完 即是解不完 我是解不完 浪費任務 所以其實它是 比較起來 但還是45分鐘 45分鐘 其實真的難玩過 這個房間 這個系列裡面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如果Facebook有一張照片 就是所謂的奪命 黑天鵝 我放上去 我會問一條問題 這個問題是甚麼呢 那 之後再說還是怎樣 現在再說 現在再說 我知道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遊戲要用多久的時間 不是 最多的 限時多 限時多 還有一間店 在南風中心 南風中心 19樓 有空 可以試一下 最重要是暑期限定 所以要把機會 又發展了 價值很貴的 128元一張 這裏有兩塊多 我給了你們 真的厲害 這個 你每次都拿幾塊 幾塊 本來是我們自己玩的 不過魚心海恩 那你自己是這樣的 所以 如果各位朋友 對解謎遊戲有興趣 不妨可以抽一抽獎 又或者想試一下 真真正正的感受 那就一定要試 很簡單 去遊戲人間Facebook專頁 先讚好專頁 然後再回答問題 問題就是 最上限可以玩多久 就是限時多久 下星期有獎抽 真的開心 每個星期有 主角有活動 媽媽 有活動 如果新的東西真的不對 我們現在就開始說舊東西 還記不記得 你也玩過這遊戲 什麼遊戲呢 今天我們忙不聊的主題 大家看到已經是說 首題遊戲 有很多部 這部是 很反智 打出來人家是看不到的 不重要的 因為我已經看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是總共有的東西 已經放進去 即是桌上有的東西 對 這張照片 也有人找到亮點 他們說是什麼 有個假的 有個假的 沒有獎的 但是 我想先說一件事 就是桌上所有的東西 全部跟我無關 對 因為我第一部的手提機 如果是屬於自己的話 是NDS 所以你是新人類 新人類 不是 我有玩最久玩的Game Boy 手提機 其實真的影響很深遠 你想想現在這個時間 現在香港計 其實你出街 你一定會在地鐵 看到一部手提機 即是連一部手提機都已經是 其實手提機就變成了 其實手提機 只是混合了手提機的元素 對 其實你總會有看到手提機存在的 對 即是我們那個年代 可能就是看到一些人拿著Game Boy 拿著Game Gear 對 PSP PS Windows 1 等等出去 Wonders 1 你也看到人拿著都算神奇 其實我也看到 我怕醜 真的 真的 先跳一跳話題 你真的 如果你拿著一部Wonderswan 在街上打 真的會被人笑 對 你想想 那個年代最出名 你一定有GBA GBA是打 這個是Color 為什麼沒有GBA 為什麼沒有GBA 因為有人說有GBA 一回來就是GBC 你想想 Wonderswan 那時候 是最弱勢的一部機 為什麼呢 GBA剛剛開始出 是 第二個就是 有一部New Geo Pocket New Geo Pocket 但New Geo Pocket 因為它有拳王 還有 Metal Stuck 對 它有很多這些東西 還有CAPCON 它之前的S&K S&K 其實已經是HIT到爆炸 對 那你想想 再對一個Wonderswan 其實這部機 出來為什麼 兩個遊戲 一 數碼布 是 就是這隻 這隻 看不到 G Generation 所以 Wonderswan 其實當時真的捱打 Wonderswan 我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它那時候出的馬點是什麼 首先是一塊電 一塊電 一塊2A電 就玩完了 不要再說Wonderswan的東西 因為我由頭來講戲 是嗎 當然是由頭來講戲 OK 說到Wonderswan再講 OK 其實如果大家接觸遊戲機 手提機的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玩什麼 我個人來說 我最深刻的 一定是Game Boy 看看Game Boy的照片 就是白色那部 是大部的 即是很新機 但其實再早期一點 Game Boy以前的前身是什麼 就是 一隻叫Game and Watch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 卡片的遊戲 卡片的遊戲 就是每一部機 只有一隻遊戲 通常都是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不開的時候 有些黑色的公仔 看完它的路線 有些印在那裡 有些印在那裡 這個其實是最早期的 手提機 那時候應該是1980年左右 其實是一個比較遙遠距離的東西 我自己的年代 我只是玩舊火 我玩過幾次 我玩跟Donkey Kong那隻 救公主 但其實很多人都抄了這個概念 例如俄羅斯方法 也有 也有 野野賽車 還有射公仔 射回磚 射回正方形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根據 Game and Watch 再改出來的東西 其實那個年代 我是真的少接觸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情況可以說一下 第一件事要說的就是 Game and Watch 開創了仙河 就是雙畫面 其實你知道 原來之後的3DS 就是NDS 那一年 還開始雙畫面 其實以前在80年的時候 他們自己 已經有雙畫面 但是那個概念 是說回去 想懷念 拿回那個概念 放在現在可以嗎 是 這個是致敬 所以 都好 其實現在只有他一部機 是做雙畫面 是接機之餘 是雙畫面 這個是他自己的特色 我覺得是新鮮河 這樣說 開創了舊的新鮮河 是潮流兜了轉 這一下很圓 很圓 但老實說 Game Watch的年代 我就真的少玩 可笑的 你看到我桌上 其實我所有東西 其實我是是 Game Boy人 我是真的由白色那部Game Boy 玩到有綠色Game Boy 即是有顏色機 顏色機 就是這部 不是 真的分顏色機 有白色 綠色 藍色 我當時很流行 電話也會出很多色 都是肥仔機 也是 那時很流行 把機器出很多色 好像很厲害 電話也是這樣 沒錯 電話也是這樣 電話抄了 那年頭 我就是玩過那些機 我是有白色和綠色 我自己來說 你們有沒有玩Game Boy 我有 只有最原本的一部 白色一部 我也是肥仔機 不過也不是我的 但那年頭你們是 你們最深刻印象的遊戲 是甚麼遊戲 自己玩 我先說 你先說 我那時候 首先不會說Mario 那些必然有玩過 當然是說 Size Cut Low Run 我想你們就這樣說 這個英文名字 沒有人記得是甚麼 即是屠玉 即是掘地 然後找了沙 沙的塔 有警察會來抓你 可以埋葬他 埋葬他 然後他又會在天上跌下來 你不要被尼泊爾人玩 很喜歡埋葬人 雖然紅白機年代已經有 但其實都是遊戲的經典 但我喜歡玩 我知道這遊戲 為甚麼我不知道名字 因為通常是百多合一的 其中一盒遊戲 其實這些就是大陸的 其實真的是翻版 其實就是有所謂的 那些是68-in-one 神面-one 365-in-one 也有的 只有60個遊戲 就糟了 都是那些神經病的 但裡面其中一個遊戲 就是這隻 但我不知道名字 原來是會玩過的 另外一隻 說多一點就是 另外一隻一定是電單車 是噴氣的一隻 可以噴氣的一隻 又是那些68-in-one 總會有三幾隻 一隻就是三個boost給你的 然後有一個是無限boost 可以按到上天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改出來的 很厲害 但另一隻 我記得好像是延伸 以前紅白肌那隻 就是普通賽車越夜 然後再新加後續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我忘記了是否後續 我都不記得 你自己 最重要是Pokemon 哪個版本 我藍版 這是黃版還是金版 黃版好像有比加超 那時候有比加超 因為其他版本 是抽不到比加超 那時候 藍版 車利龜 車利龜 藍綠 黃版 黃版為何厲害 因為那時候 其他版本只有三隻怪 車龜 奇董子 小火龍 但比加超版本 哎呀頂 有比加超 那時候買錯了 那時候你們有沒有 真的去餵了一隻 寵然之後買了四餅帶 沒有啊沒有啊 我有朋友是真的這樣買的 我回答不了 但接著我寸到它爆炸 為什麼呢 因為之後出了什麼呢 出了過重 還有Copy重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找一些不同的打型 去Copy重 可能年紀小一點的人 可能年紀年代 最正是屠龍那個年代 其實在Game Boy年代 最經典的就是 去一個地方 就是人氣丁 人氣丁 人氣丁是什麼地方 人氣丁就是以前 有一本我們小時候 大過看Milk 小時候看Coco 在Coco 就是 Coco的字是怎樣的 Coco的手機 聖人 咦 我又有 我又有 童年代 我也有看Coco 但我從來不早 Coco這本雜誌 證明了 出雜誌 出到有間店裡 專賣玩具 專賣他的東西 人氣丁裡面 可以玩趙王 外面玩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人一部Game Boy 連機了 插別線 其實Game Boy以前我們怎樣連線的呢 就是有一條雙打線 雙打線 插一個圖 插一個圖 大家看到一張圖 就是雙打線的樣子 只要連著雙打線 兩部機都可以連在一起 一連一 就可以搞定了 那些連線 真的會連著一條線的 但我的時候 我不是人氣丁裡連線 我自己是 我可以連線的時候 就是小學 放暑假之前那兩天 為什麼呢 那兩天 是老師不會 不會理你 不會理你 所以你會看到 後排的時候 就會有一堆圍在一起 玩一個圖 VS VS 其實我也是一個過渡期 因為現在 以前的時候 你連機真的要坐在一起 你要面對面 所以真的要面亂 現在 真是要講超級話 現在 因為我現在 以前玩 NDS的年代 可能是課室 頭去課室尾 或者跨班房也有 最棒的是什麼 那時候在BU 陶浪 旁邊有兩個課室 四個人 這傢伙 然後敲旁邊說 轉房了不行 這樣說 很薄的 很棒 你會感覺到 現在是可以玩甲房 或者是 世界上的 以前是不行的 是真的要面對面 所以 衍生了很多不同的店 譬如人氣丁 以前的大哥咀 富多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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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店 都是因為 遊戲機而誕生 所以現在 遊戲機倒閉 就是沒落的遊戲機 所以 人氣丁都接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接了 是搞不定的 Coco也不見了兩本 Coco也不見了兩本 因為有化學龍 進來香港 死了 死了嗎 很久沒看 從來沒有人理過 化學龍 化學龍很棒 化學龍為什麼這麼棒 就是25元這麼厚的字典 多棒 其實Game Boy也有很多不同的周邊產品 譬如有商家線 也有看到這張圖 你跳了一部 Game Boy Pocket 先說吧 Game Boy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薄板 先有顏色 有薄板 有骨頭 你看到其實大小就是薄的 薄板的顏色 然後有薄板顏色 然後再出就是Game Boy Color 就是這部 都是行薄板路線 但是就是8bit顏色 其實我還開老機 你看 有燈著的 我沒有了 全部的機都壞了 我剛才都壞了 我已經開了 但我最漂亮的都是Game Boy Color 其實Game Boy Color 其實真的很漂亮 但接著已經是GBA GBA 就是Advanced還是Advanced Advanced 其實後面的年度 我已經覺得 開始手機是差了 即是任天堂不是獨立大權 其實如果你說這些手機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有出過Game Gear 是Game Gear 不好意思 先講一下Game Boy 先講一下Game Boy 是Game Boy 因為是Game Boy 在周邊 有些什麼呢 就是雙打線 也有一些LED很大的放大鏡 有燈 那個年代 儘管我沒有 我沒有手機 我媽媽 就迫著要去買 因為我表哥借了一部機 去買這個牛龜 放大鏡 然後就說 用這個吧 不會打到近視 這些是騙人的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是騙人的 我媽媽也跟我說 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希望你的眼睛不要變化 但你用放大鏡來打機 很明顯告訴你 是絕對會看壞眼的 你大肥料真的很大 媽媽 尤其是你長時期看著一個放大鏡 你會不會眼睛自己 我用這些 玩壞眼的東西 其實可以買一部新機 知不知為何 那些數碼部龍 沒有很流行的 那些機仔沒有很厲害 媽媽 那一部機比較大 可以玩數碼部龍 所以我買了這部機 你的朋友有錢 其實周邊真的沒有什麼 可能是拍照 拍照是Game Boy Color才有 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遊戲 忘記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忘記叫什麼 是要掃BARCOCK的 是呀 我很好玩 我之前經常看過 我要加盾的BARCOCK 有什麼怪 是呀 它是真的 加盾那個BARCOCK 是真的 那時候很流行怪物類 自然從什麼自然開始了 就是很流行怪物類的遊戲 有些料理小什麼 料理小魔星 煮菜 煮菜可以有怪的 頂上去 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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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沒有佔足過這些 你走啊 很流行玩怪 出的蘇阿布龍機都有 其實自從POKEMON之後 有很多怪物都出現 比如蘇阿布龍 蘇阿布龍 經典 炒飯怪 自喚王的怪 所有東西都行怪 基甲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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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抹落了的 譬如 徽章戰士 對 徽章戰士 我沒有戴回來 現在還可以 VDX都可以玩的 是嗎 還有這些 譬如召喚王衍生出來的 那些掘地 有很多不同的遊戲 其實那時候的遊戲 類型的種類 真的很多 很多 你不會像現在這樣 那些畫面很漂亮 很漂亮就算了 不是魔衡就什麼 現在沒有新意 全部遊戲 真的 真的覺得沒有新意 不如這樣說 做起了一隻之後 那一隻就吃光其他水 你想想 我這裡有二四六八十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八 我不計算 二十一 我這裡有十六餅帶 其實我這裡起碼做得 有一半是不同的玩法 還有一半是不同的 有 這隻是召喚王的奇葩 那隻公仔 我忘記叫什麼 什麼貝什麼鬼 我忘記了 背獸來的 總之是玩掘地 有些像掘地磚 公主那樣的東西 然後 薩爾達RPG 很正常 還有這隻ARRPG 一邊走一邊打 薩爾達 這隻薩爾達 正常薩爾達玩法 然後還有這隻 草莫小姐 三名寵物小姐 我都過分 這隻就是草寵物的RPG 然後還有召喚王和遊戲王 卡片的遊戲 還有彈珠人是什麼 彈珠人 真的彈珠人 指令加彈珠人 有指令遊戲 我一直想玩很久的彈珠人 可以儲物 那你要找回超任那個年代 超任那個年代有兩隻彈珠人很好玩 還有機甲寶 機甲寶就是草野加RPG 就是重物小精靈 有些不同的 他那個好像不是指令 都是重物小精靈 好像是指令 打架 又是小靈 然後還有合集 我喜歡激活很多 還有Dr.Mario 魔界村 還有惡魔城 還有打冰鋒 惡魔城 好像不是惡魔城 是惡魔城 惡魔城 魔界村 忘記了 好像是魔界村 魔界村 然後還有冰鋒 其實這裏已經是六七個不同的類型遊戲 現在真的慘 現在你每次都是四人合力打怪獸 然後又是過關滑黑 就是四人合力打怪獸 現在的遊戲已經沒有新意了 其實我是很喜歡那個年代的遊戲 比如說這些 這是什麼來的 Sonic 很棒的 我買的遊戲 跟著最著名的遊戲才買的 GamGear是世家出的 世家出的 就是Sonic 其實適合所謂的 護航遊戲 對 護航遊戲 一定是一隻這樣的 例如以前的Gameboy 就是Mario 然後變成Pokemon 我只是買護航遊戲 不知道為什麼 GamGear就是Sonic Honest Wong 我買了三餅 三餅都送給我 很搞笑 但我幸好 你三餅都不同的 如果沒有東西 你三餅都不同的 那時候是 一整集 但我想說一點 自從世家和任天堂 爆到你死我活 到殺了一個Sony之後 真是世家很慘 世家真的完全地比下去 其實他沒有進步過 這麼大埔 這麼大埔 神經病 世家以前出Dreamcast 我曾經相信 他有機會贏 我就沒有相信這件事 其實 沒有了手提機 手提機 沒有進步過 手提機真的沒有 因為當年Dreamcast 他出的很多遊戲 都是很厲害 雖然今天不是說交換機 也說了一點 例如是 Parsdone 很難 現在出了兩集 絕對是DC名著 Sonic Sonic 還有一個RPG的名作 沙漠都雖然難尾 然後還有那隻 Pantium Star 夢幻之星 都是在世界DC上的名作 這些 後再說 這部是Gymcast 我可以帶回來 我也有 我可以借回火候給我燒 我們不要說紅白機 那次只說紅白機 我先帶回火候給我 遊戲說完了嗎 遊戲說完了 其實還有一部 我們不要再帶回來 遊戲說一句 好嗎 遊戲說一句 很大部 Gamgear 還有那部電是用六粒的耳電 以前是負荷不到的 Gamboi是兩粒的 不是 Gamboi是四粒 Gamboi是四粒 Gamboi的顏色就變了兩粒 但那時候Gamgear是跟Gamboi是同年 但它已經去到彩色的畫面了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 最重要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不是很想電話看電視 想當年 你買一個很大的天線 是真的一條天線在那裡 就可以手提看電視了 這部電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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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點過分 我想說 Gamgear 是不是曾經出過一個版本 是直身機 不記得 我暫時看到Gamgear 只有這部電視 如果有朋友知道 可以在Facebook Gamgear 最有名的是Sonic 還有一隻格鬥機叫隱風 玩隱風 玩隱風 我真的不熟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只是玩三部電視 就是Gameboy Wonder Swan 還有Leo Joe Podcast 這部電視了 那時候有幾個遊戲 都是熱到爆炸 第一隻是S&K vs Capcom 不是格鬥遊戲 是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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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出格鬥遊戲 是有格鬥遊戲 那邊就算了 但那個時候 那隻卡片遊戲 我覺得是一個 在卡片遊戲領域的先頭 即是格鬥遊戲 我當時以為 頂東不是組裝俄羅斯方法嗎 因為以前的卡片VS 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個類型 但當時是卡片遊戲 是難的 其實老實 卡片VS 不是RPC 只不過它不能升技 或者升級 你可以這樣說 但這個形式的方式 其實在以前說 是很少的 不少的 你是自從有那些 召喚王 遊戲王出來 才開始會多一些卡片 卡片類型 那時候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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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可以用手提機玩 那時候是沒有 電腦玩到瘋 玩到幻香動作 什麼電腦 戒機機 我電腦玩的 這個模擬器 這個模擬器 好不的 即是說模擬器 你先說一下 這些都是有一半的翻版 所以不要怪 我正版的 小時候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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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吵正版的 眼睛壞了三次 所以是三分看 講回你的Gio 但是那個時候的越南大戰 真的厲害 因為它還有開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它有小型Mini Mission 是啊 我不是有一個版本 只有那部機器才有嗎 那個版本 啊是 但我忘記了那個版本是什麼了 總之是很容易適合的 很難玩的 好玩的 其實 阿叔 阿叔做主角 那個戰夫 我那是藍色 不是那是藍色的 總之如果你說S&K 即是想起的遊戲 只有三隻隻 就是我自己來講 就是街霸 S&K vs Capcom 這個版本 還有這個Metal Strap 老實在覺得已經沒有的了 不知道 真的想不起 真的想不起 我記得我有玩 可能找回資料 一定有的 我都覺得是實有的 但我現階段 我真的想不起了 我不知道 在我買遊戲機的經歷裡面 每次都買一些不興趣的遊戲機 即是Game Gear 不知道為什麼 是會弄得這麼大部 這件事 其實One of Swan 其實One of Swan也可以 那時候送我暴龍的時候 那時候是有兩隻好東西 即是護導人 就是有機箭 是 還有有一個 索和布龍 不是那個是G generation G generation G generation 是G generation 有機箭呢 不記得了 我想不起 不知道好像沒有 不是喔 想想一下好像有 因為其實它那個出機 其實是Bandai出的 Bandai出的 其實那人出的賣點就是一顆電 還有一個東西 是懶得好笑的 打直 可以打直的 其實是你這樣打的 打橫打的 然後有些遊戲說 很有趣的 很特別 不 它同一款遊戲 自己可以轉換的 打打下要轉 不是的 自己轉的 不是的 打打下過版圖之後 對 這樣打的 OK 但是它那時候出了一陣子 不知道一年都沒有 有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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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出色 有一年的 那我再說 壞眼不行的 螢幕差不多大 不是的 太訓練不了顏色 就跟它說 最糟糕 最糟糕 重點是 它的色彩 都是壞 都是壞的 都是壞的 但其實手提機 雖然說我們說了很多 一些我們自己自身 為來 經歷過的 手提機的年代 但其實手提機去到04年左右 就已經是開始 停滯不前了 因為已經是比Sony差不多 獨佔大權 因為在04年的時候 就出了PSP 哇 真的出了PSP 然後那個時候 去了另一個世代的機種 譬如是 因為那時候Sony是走 是否走U-M-D 是的 不是走U-M-D Sony一開頭 就已經走U-M-D 不是這樣的合帶 很激 然後被人想 嘩 這是什麼 開始有一個新的嘗試 有很多不同的玩 所謂的次世代遊戲 新玩遊戲 就變成有些 很大容量 開始玩什麼 開始玩很久的遊戲 計算Pokemon 其實這些遊戲 我還是補得久一點 我覺得是補得久一點 是個人的 是個人的意見 但是之後 就去了這個畫面向的年代 就變相著 任天堂都搞不定 就要出了NDS 去跟他抗衡 世家當然是不要說 已經走了 走了 你們鬥吧 世家那時候撿過了嗎 其實還沒有 但已經走了 沒有了 已經停了 我的意思是說 還有沒有安法 他再向遊戲為主 因為他跟任天堂合作 出貨運 所以搞不定 已經沒有了 市場裏面 已經淘汰了他的手禮機 對 世家已經是 到了PSP年代 又是一個新的 年機開始 世家還有Game Gear 好像沒有出過手禮機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如果再推薦 我先看看 我覺得沒有 我先看看 世家島 好像真的沒有 沒有的 有啊 有叫MegaJet 什麼來的 MegaJet 還有NOMAD 不知道什麼 MegaJet 是不是真的插 不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 MegaJet 有網友 如果可以投資給我們 我看到 還有如果記得 以前有一隻 Garden機 但有手提機版本 就是 那些帶 不是帶來的 是卡片來的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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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有一部機 很大鵝龜的 一張卡仔 好像卡片 那麼大張 我真的沒見過 我只記得D.C 如果真的的話 不是 按下去那部機之後 還要拍鍵 之後 之後才可以玩的 總之 不要緊 如果各位行人有記憶 我嘗試找回那張卡 那Jim Casgo 當不當手是他那部機 其實也算是 他四符卡加 他馬哥子 謝伊健也說他玩這個 很棒 那時候你要玩什麼 玩哥斯達呢 你抽你哥斯達出來養 養完之後放回去 沒有那張又沒有保護的 對 很棒 即使用機的轉變之後 帶也有變 所以就用了U-M-D 就是慢慢 那麼大的帶 慢慢看到 現在PS3那麼小 不是啊 那時候U-M-D也是那麼大的 真的那麼大的 但沒有人說過 但像是M-D 是M-D 是M-D 然後就變成現在真的 完全沒有走卡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看 以前的一盆Gameboard 是怎樣的樣子 它的保護是靠一顆電子 不心電子 不是那些叫扭扣電子 這些就是舊的Gameboard 可能有些年紀大分一定知道 小朋友也未必知道 它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塊晶片 看到一堆晶片 然後就有一顆電池 舊版是沒有電池的 最舊的是沒有電池的 因為沒有保護 沒有保護 有這個電池就只有保護 現在我會拆掉 因為我想換保護 那天 話說這些 你想換電而已 不是因為保護是跟電的 你沒有那顆電 沒有那顆電 就沒有保護 即是說 那肯定 我以前有想過 如果那顆電 你明知道那顆電是拿來保護的時候 即是說我拆掉那顆電 就什麼都沒有了 其實是不敗的 是不敗的 那我的爸爸媽媽也不知道 即是說我要洗 我要重玩 所以我會先將它 過了你的朋友的電腦 的電腦 其實Wonder's One的電腦 都是這樣的 它是小的 其實它不包 這裡而已 其實以為很小 其實它不包 我先說一下 那時候 其實有那條線 對打線 其實是很好用的 是比金手指 因為開始有Safe和Safe Timing 這件事 就開始有人發現 Safe Timing 開始有人發現了 去複製或者過了 SafeLow 即是一筆大腦 不是說一筆大腦 是說因為你過的時候 我部機給了你 而你部機收到我部機 還沒給出來之前 那個Timing 拆掉它 這樣就可以兩部機都有了 沒錯 這就是所謂的Safe Timing 這就是很厲害 這就是複製道具法的 最基本的原則 是一隻 那部機 還沒過完 這就是我當時學問你的功力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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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其實是真的啟發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集體活躍的 一輩子都是 如果那些人 你有你自己的一些 這些儀式的遊戲機 不妨可以放上去 後來遊戲機 最後講一點 為什麼現在手機只有兩部 即是兩間廠廠 都是因為手機事 手機 你什麼遊戲都可以隨意下載 對 甚至可能有很多以前 你想玩的遊戲 已經變成手機版 以前有想到手機很簡單 現在的手機遊戲有多激 對 對 跟手機一樣 我真心地覺得 現在的遊戲不爭氣 現在的遊戲真的不爭氣 即是如果一隻手機遊戲 先出了Person and Dragon 你猜它會不會開 我猜它會比手機更厲害 嗯 不敢說 其實遊戲的本質是 你覺得在現實世界做不到的東西 或者玩不到的東西 現在的遊戲 九成九是玩什麼呢 現實世界你是做到的東西 只不過是你個人做不到 所以我給你一個機會 除了屠籠之外 這個東西完全是跟以前的遊戲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玩的世界很大 所以我現在是怕不爭氣 所以我想說 不過現在的世界很好的地方 就是連線再沒有分界限 不同世界各地 好 我覺得這個不 這個你說好 對 好就不好 但是可以隨時出不出戶 就可以跟世界各地打 還可以聊聊天 最重要的是 我現在跟Alex經常打招呼 我們都是坐車的時候 一起打 但回家我們就不會練 回家不打 所以說 其實始終都是那句 遊戲是要面亂才好玩 沒錯 我真的這樣覺得的 最後了 給大家看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是什麼呢 就是Gameboy的經典廣告 就是郭先生的 郭文輝先生 是郭啊 郭文輝先生 走去做這個龐白 那這個是不是NQ來的 NQ來的 所以大家下個禮拜說什麼 我們都未知道 記事收獎 我打機都是今天才知道 大家再見 拜拜 有二百多種遊戲合帶的任天堂Gameboy 隨時隨地都按刺激 Gameboy套裝 隨機附送俄羅斯方塊遊戲合帶 雙打線 立體聲儀統 一連免費保養 任天堂Gameboy套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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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你都不看到 挺期待